好,我们来对照着这个图 然后呢,swamp是真正做事情的,对不对 它是真正做事情的,帮我们做事情的 那它,先实现它吧 swamp ActiveObject OK,有了 它这边呢,有个result,啊,result,我们 要不然先把它也定义一下 好,有了 这个东西很明显,会有两个实现 一个是real,一个是future,对吧 我们先不管它,我们先把它实现出来 然后呢,这边里面discipline discipline呢,主要做什么呢 就是把你这个东西展示一下嘛,对不对 展示一下,然后怎么展示呢 打印出来就行了 啊,display display的是它,然后呢 sleep,我们简单修,修眠十秒 就假装我们啊,一个wall的方法啊,会比较慢 好,那你make a string呢,make a string其实是要返回一个真正的这样的一个result啊,就real result 那我们先把real result写出来 然后呢,我们再来再来去把这个方法给它填进去 啊,那result呢 那么它里面有一个最主要的方法就是get result嘛 就是get result,get value啊 或者说get啊,get都可以啊,我们这边 就 我们也不用犯型了吧,其实到时候你用犯型去改也可以啊,啊 final object,这是它的result结果,对吧 啊,他这里面有一个,sorry,不是他啊,啊,是real result,这个是个interface 不能都给他写了 不能都给他写了 然后呢,我们这个,它有个方法叫什么 object get result value 好,那他这边人家要返回一个什么,真正的result,就是我swamp里面对应的 那你调用我之后呢,我会有一个真正的result 然后呢,他result,ok 啊,我们这边叫result value 好,把它定义上 ok,这边呢,把它返回出去就ok了呗 那这边呢,swamp这边,呗,我们要去,呗,干什么,就是他多长,我们就给他拼成多长的一个,呗,chart型的一个,呗,chart型的一个,呗,数组 然后呢,把chart型的,呗,转化成一个string,string呢,又放给这个real result,啊,就可以了 好,我们首先来定义一个,chart buff等于 chart ok 然后呢,这边for i等于0 i等于0 i小语 buffer i等于我们要填的这个东西,对吧 好 填完一个呢,就休息一下呗,就,就假装他做的 执行是比较耗时的,对吧 大家想想我们做,呃,gc的时候,他肯定也是 sleep,比如说我们就休息个10毫秒,可以啊 好,这边做完之后呢,把这个东西返回出去 Rare result 好,到返回这个字幅上出来,没问题了 这是我们 我们的swamp,啊,swamp的东西,呗,都做完了 大概是这样一个东西,有了,啊,有了,那我们接下来 呗,实现一下我们的这个active object,so,object o pueda,我们得看到有个schedule 啊,thread, kein doen 那这样呗,我们就,先不做他了,那边 Futures result,我像我们被 så看到ophila 实现出来 色这里呢,其实和他的也是差不多,啊 都是,都是他的一个,啊,of 只类,但是他呢,futures result呢 可以就是啊,给,给一个真正的,給一个真正的 result 就是real result 就是说表明我怎么啦 表明我已经完成了 对吧表明我已经完成了 好我们这边来看一下 这个是我们之前学过的这个fuse设计模式的一个变种 result ok 好get finally ready fuse ok 然后我们这边他有一个方法 他有一个自己的方法 word set result set result list result 等于result list ready 等于true 就是我已经具备好了 然后呢 list notify all 啊就是有可有可能你在这边get的时候呢卡住了对不对 啊这边怎么做呢 wire 你没有ready的时候 wait 好 这边 this result get 对吧 就是说啊别人调动的时候呢首先返回一个result出去 然后这个result呢被真正的执行的那个家伙就相当于我们之前那个field service知道的那field service把结果呢把真正结束的那个result c给他 然后呢别人呢通过他来拿的时候呢如果我没有成功啊没有准备好那我就我就wait住如果准备好了我就把真正的这个结果返回给他没有问题吧理解了吧 好我们这个result这部分呢也就已经ok了啊大概就是三个类啊已经结束了啊两个接口一个类啊那我们再来看我们的这个messor request看一下messor request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然后呢我们再把它定义出来啊它是一个我们用的这个抽象类对不对我们用的这个抽象类它斜线表示的嘛 它这里面必须得有个什么啊因为你要给谁给别人返回什么返回可能会返回一个啊future那你真正执行你这个方法的是谁真正执行你这个方法呢是swant 所以说你要有什么要有swant也要有future result然后呢我这边 然后这是我的出售方法那我现在要做什么make a string make a string的这个request啊make a string request那我再建议一个什么呢 这是我的出售方法那我现在要做什么make a string make a string的这个request啊make a string request那我再建议一个什么呢 因为它有两个方法我们说了这对应它的每一个方法对不对来看啊它它有两个方法一个是make a string一个是discipline string那我这边要做一个 make a string request它是谁啊它是这个messor request messor request是啊active的呃最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啊这个是会把active object messor request的每一个呃方法转换成一个对象 来 好它这边有了 ok有了有了之后呢我们要去实现它里面的这个方法 首先呢我们make a string make a string的时候有参数对不对我们的参数是什么 一个是int一个是fire char所以说我们把这两个东西怎么了也得给它传进了就是说你构造的时候呢你必须也得给 我对吧然后呢我把这两个东西放到最后 好 然后呢我这边把它再定义出来 啊这个这个方法主要是干嘛的啊这个类主要是干嘛的主要是负责make a string那个方法的啊我把它标记写上 好 另外呢 这个方法 的哪个方法 MixChin 这是找我的Doc的写法 大家会不会 如果你把它编译成这个Document之后呢 你会知道这个东西怎么了怎么了 它会直接给你指到一个链接 指到这个对象的这个方法里面来 好 我们来实现完成它 完成它怎么完成呢 就是你 你这边不是有一个swant吗 你swant是真正的做事情的对不对 makeStream嘛对吧 makeStream 因为makeStream的时候呢 你有可能 farcharch 对吧 result 这是你真正做事情的 makeStream返回的是swant这里面 makeStream返回的是 返回的是一个real对不对 就立即返回了OK makeStream makeStream 这边呢 给你的filter 这个是人家可能传 哎呀我去 这个是人家可能怎么传进来的一个东西 set result 好 set出去了 那我们再来对应对应一个叫什么 discipline request discipline stream request 对应到我们的这个 是 discipline stream 所以说我们也要去建它 discipline request discipline stream 对吧 方法名字尽量和人家的那个acti object的类名字尽量和人家一样 那后续有个request就OK 好 ectin discipline的时候 discipline的谁啊 我discipline的 so discipline the text对不对 我task从哪里来 构造我的时候给我放进来 text 因为我这边是没有返回值的嘛 所以说我不需要有些 不需要有一个future 啊所以说我这边就可以把它告成 text 那我这边呢 now 因为future可以不要有嘛 好有了 那我这边discipline discipline 那我们 这个messorrequest的两个都已经实现完了 result呢 三个类也实现完了 swat呢 也有了 ok 我们来再看 然后呢 这几个也有了 我们还有一个什么 activation query activation query是干什么的 就是说 别人发号完施令 就往我这里面放了一堆东西放进来之后呢 放到哪里去 别人怎么拿 那相当于我们一个什么生产者消费者模式 是不是 就是说你 你拼装了 那你拼接了一堆这个什么messorrequest messorrequest 就相当于别人调用了好多好多次 我主动方法里面的 我主动对象里面的某一个方法 那我会把这些方法分装成messorrequest 然后把这些messorrequest呢 放到我的一个activation的queen里面去 好 我们来分装一个activationqueen ctivvatln queen 那我这个queen多大呢 我定义一个 max的queen messorrequest messorrequest sys 等一百吧 这个名字有点长 但是还好了 名字长了 你可以知道他是干嘛的 linked list 放的是谁 messorrequest 对吧 messorrequest 或我们就叫 messorrequest messorrequest 等于 new一个 linked ok 好 有了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东西怎么放到构造函数里去构造都行 linked 他 好 我们这里面就有fond了 fond的方法 word put messorrequest request 放手 首先来看 我这个messorqueen 他的size 是不是 已经大于等于我这个max 啊 如果大于等于 怎么啦 歇会儿吧 哎呀这边 快点上一次 哎呦去 好歇会儿 然后呢 如果 可以满足 也就是说你还是有东西的 我从屁股后面怎么加进去 啊 加到屁股后面 然后呢 goquest 然后呢 有可能 啊 别人在拿的时候呢 已经是空的 他陷入了一个wait状态 所以说我这边还得怎么把它唤醒啊 已经有东西进来了 啊 出来接客了 已经有东西来了 啊 这些东西呢 大家 我们在前面都已经不无厌其烦的说过了 但是就是把它怎么组合起来啊 然后呢 quing massage queen 点 is empty 如果它是个空的 wait 对不对 前两天竟然还有人跟我问为什么这边wire 我都懒得跟他回答 我都懒得跟他回答 我们这个东西说了多少回了 这是quick 等于say remove 啊 我们从屁股后面放进去 我们就从头上拿出来 对 如果你到现在还不知道那个 为什么要用wire的话 啊 为什么不用if 要用wire的话 就强烈建议你把第一套视频呢 啊 我也不知道实际 反正肯定是前二十节 前前二十张 十几张左右 反正好好看看 哎 我们这个activation 这个quing也有了 这个activationquing是干嘛的 是放他的 对不对 是放他的 也就是说你一个挺球过来之后呢 我要去 你一个调用 过来之后我要去往这里面放 那我我我我调用的东西明明是activeobject调用的呀 我这边make a string 这么一调用 然后呢 我这么一调用 然后你就给我啊 放的quing怎么放 你这个真正实现的不就是他吗 你明明没有放 所以我们不然画了个头吗 poxy嘛 有个poxy 对不对 poxy会干这个事 对吧 poxy会干这个事 然后呢 poxy里面还有一个schedule thread schedule thread schedule thread干啥呢 我们现在就来实现schedule thread schedule thread schedule thread有些人用timer啊去做啊 当然也可以啊 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啊 我们 同样的 比如说啊 这边我们就用一个线程吧 就直接一个线程让他不断的去循环就ok了啊 他里面有一个什么方法 有一个 inwork方法 这个inwork方法呢 其实就是 往那个quing里面加东西了啊 往quing里面加东西了 其实他就相当于一个什么 他就相当于 比如说你放了一个gc 有一个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会 不断的看 接收你的那个信号 就是信号从哪接过来的 从poxy接过来的 他呢就啪放到这里面去了 看到没 你放到这个里面去了 放了 其实放的是一堆这些东西 ok 我们 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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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edu 这个单词啊 我也是 呃 要连起来 平要不然我 sched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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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嗯对 schedule 就是 定时任务啊 定时啊 这样东西 extend thread 好 他往哪里放吗 啊 他要 往 activationquing activationquing 对不对 来放进来吧 然后呢我这边 run呗 不断的去run 那你 那你 run完之后呢 先不写先不写这块啊 inwork 对吧 assertrequest 然后呢这边request 他是往哪里放的 tuk 然后怎么了 put request 看到没 他把 request 他把request 给加进来了 那他自己运行的时候呢 他就不断的给拿出来 看到没 拿出来 点tick 拿出来 然后呢 excuse呗 excuse的时候 是由 什么去执行的 是由 真正的这个 是由真正的他去执行的 就是swat swat 执行的啊 所以说你在 构造 这些moset的时候 还要把swat 啊这些等等东西给他构造进去 ok 我们的schedule 然后呢 钓用他呢是另外的一个现成去钓用的 对吧 也就相当于 相当于你 钓了一个 呃 gc 那你也不是直接去钓他的呀 你是直接钓poxy poxy直接钓他的 那poxy和你 其实对 和这个方法的执行其实是一个现成 那执行他的这个呢 其实是两个现成 也就是我们有一个东西 呃 沉到了一个队列里面去 啊这个schedule呢 他定期呢 他定时定期的会去 从这个schedule里拿出来个东西去执行 只不过我们 是呃 wire2这种方式去拿了 啊就是说 因为我们这个方法里面呢 他本身就有 短暂的一个休眠 他是 make a string 啊 他都有短暂的休眠 对吧 嗯好 这节课呢 大概就 写这么多吧 啊 要不然一口气写下来 呃 大家可能看着有点 费劲啊 啊 理解一下我们的东西 啊 我们边写边理解啊 首先我有一个active object 我是一个 一部接收消息的主动对象 那我要做一个active object 这样的一个设计模式 首先要把它怎么转化成啊 啊 他的方法转化成request message request 啊 这是message request 然后他 他的message request呢 有什么 有display的 有make a string的 ok 那由于我 由于我make a string的 他需要有返回值 那返回值呢 有可能陷入阻塞 就是说执行时间比较长 那我会立即给他给一个filter 也就是说我有result 啊 这是result 我的filter result呢 是直接返回给他 啊 这边会去 啊 就如果你调用的时候呢 会去卡住 但是我在执行过程中呢 我直接反过给他 那我什么时候知道结果呢 是由另外的一个 把real result see 给我啊 知道的 那我的 这些request message的 或者message的request 都已经封装好 那你执行的时候放到哪里呢 放到activation的一个quake里面去 呃 activationquake就是我们生产者消费模式的 啊 就是相当于我们之前举例子 八台的那个什么 啊 八台对吧 好 那这边呢 就相当于你 执行一部方法的 中间的一个桥梁了 他会 被另外一个线程 把这个东西放到activationquake里面去 然后呢 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线程 他会到这个quake里面 不断的拿出来东西去执行 那拿出来的东西是谁呢 有可能是discipline stream 有可能是make stream stream request 好 这是 这是我们这一阶段 呃 完成的一些 东西 那到下一阶段我们一口气 下一节视频呢 我们一口气完成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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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